好家伙 熟悉的喇叭声 又开始叫了 能不能帮我剪掉它 太烦了 现在是早上八点多 我就起来了 我为什么起这么早 是因为第一 这边熏肉的这个炉子 要改装一下 熏年熏的肉太少了 有点矮了 先让师傅把这个门这里切掉 不然我每次 万一要进出的话比较麻烦 把这门切掉之后再垫高一点 然后昨天做的门面那里 把这一搞个斜坡 然后平时推又就比较好推了 然后现在我要跟我周姐 一大早去哪里了 要做一件大事 我要准备提车了 所以现在是要坐车 下市里面去提车 那么刚好昨天周姐来了 所以就坐周姐的车下去了 我周姐了 我周姐一大早又不见了 从我老家到4S店 40公里路程 现在晕乎乎的终于到了 哎 准备提车了 其实相比较的话 我个人还比较喜欢这个绿色的 感觉很小清新 但是呢 4S店现在目前只有一款现车 就是橘色的 我没有办法选择颜色啊 这个销售部的美女 还有我周姐 选去交保险 因为前面的钱都已经付完了 然后现在只有保险费 跟车税没有交了 哎 我问你一下 我可不可以 下个月再上台呀 2022年再上台 可以吗 所以先问一下 那个名牌可以用多久吧 啊 为什么要说 2022年再上台了 原来是你们告诉我的 10点半来的4S店 到现在只把保险办了 已经中午了 保险的话 我是买了一个 300万的第三者险 还有一个880的一个座位险 座位险的话是 五个座位 一个座位保40万 但是必须是本人开车 但是如果说 不是本人开车的情况下 朋友开我的车 除了朋友那个 住驾不保之外 其他四个座位险也保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然后买了这个保险 总共是6500多 然后现在的话是中午了 他们4S店居然还管午饭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在4S店吃什么午饭呢 客户用餐券 这边是贵宾餐厅 这是他们的工作餐 然后还有肉 还有鸡蛋 好吃吗 好吃啊 外餐就是这样 我想吐槽一下 我刚刚喝了一口 他们食尝的汤 就一口 好家伙 胃疼了 周姐 不是好吃吗 这么大一个公司 这么大一个企业 就是这边所有的4S店 都属于这个公司的 员工餐 咱们比如说客户餐了 就员工餐 就让这么差劲 好家伙 真的是 希望老板能看到我这个 领导能看到我这条视频 给员工改善一下伙食 这伙食餐真的是太差了 真的 车辆购置税现在是19,097 睡觉了 然后车牌也选好了 是在网上选的 然后第一眼就看到了一个号 它跟我上半年有关系 你们能猜到是什么车牌号吗 现在宣保个密 然后等过两天拿车牌的时候 跟人家说 然后现在我要去提我的新车了 好 走吧 恭喜王美女喜新车 都是车型百万女平安永相锤 车有永远才有永远 好 恭喜恭喜 谢谢 好家伙 这就提车了呀 感觉人生中已经大事完成了 这是车钥匙啊 有两个 它不分主次的 还挺好看的 现在是拿到车了 然后这里的话是盖中的一个小橘灯 这小橘灯是980呀 这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网上一个很好看的 然后现在让大哥教我一下 怎么开车 一些性能 性能不是怎么开车 一些性能 好家伙 教授共享大堆这个功能性的东西 我认识一句没有听懂 但是我知道怎么启动 然后现在第一件事情就是加油 这到底是92的油 还95的油呢 先去加油站看一下 来到加油站了 不知道哪个是油箱盖 太尴尬了 哪里开油箱啊 哪里开门啊 然后先给他吃个95的油吧 95的油是8块1毛8 然后我现在是来到了华冠这边 帮我爸把车牌拿到了 这大哥呢 他是专门作业也的 然后我后面如果说要改装 请你好不好 啊 他这边是郑霞名车 然后我现在准备回去了 那周姐跟我一起回去 那么他跟着我 哎 现在我一个人开车 周姐开他的车 我开我的车 走出发了 回老家 干啥呀干啥这是 我的天哪 看 礼泡已经准备好了 博物圈 这么多 他怎么不用哪个家里 不用不用卖 请你们吃个饭了 来不来浓重吗 哎呀 感觉他家好好玩啊 哎 等下露开了 感觉到好浓重啊 你看到没有 这是我的街坊邻居 对我特别的好 平日里对我很照顾不说 然后现在知道我那个啥了 还特意买鞭炮来帮我庆祝 特别高兴啊 所以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不去外地做这个生意啊 你想一想啊 我在老家 有这么多亲戚朋友 有这么多街坊邻居 我怎么舍得他们呢 是吧 这个礼泡可以的 你看这么远